將近一年來每天都在思考這個事情 去年也差不多是一二月決定要延後 早一點取消 早一點放下 日子往前走 這個比較重要 那心中會有一點遺憾 因為你要想想看700個親朋好友聚在一起 很珍貴 你如果分開吃的話 大概要吃好幾百拖 這個約一約 那不可能的 一次聚在一起 大家感謝一下 擁抱一下 那個是很可貴的 可是畢竟我們還是要照顧所有朋友的安全 包括媒體朋友 所以有點忍痛 那我是覺得很可惜啦 因為從一開始籌備市集啊 到我們的伴手禮啊 然後到伴郎伴娘 衣服都已經定做好了 就是 但沒有關係 我覺得我是很樂觀的人啦 樂觀的人比較容易找到答案 也比較好過日子 所以我們大家繼續為防疫加油 我們只是近一點 小小的力量 你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嘛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選擇 所以很抱歉 我們就自己家人吃吃飯就好了 但是之後會把那些 好看的婚紗照啊 還有當時我們去拍攝的 我自己都還沒看過的紀錄片 放在臉書上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的市集應該會在五月 本來是給賓客的市集 現在可能會完全對外開放 然後我們印了很漂亮的喜帖 好 到時候也就送給大家 想要帶回家做紀念 我們都 最重要就是平安啊 家宴目前最大的調整就是 小燕姐說 她要再去買另外一套 適合家宴 比較端莊的衣服 因為她說她買了一套 很誇張的婚宴服 然後我一跟她說 要改家宴的時候 她說 所以都是觸目所及 都是長輩 就是小燕姐已經夠老了 但可能還有比她更老的 所以她決定呢 要端莊鮮熟一點 所以目前比較辛苦的是小燕姐 她要重新再去準備一套衣服 那對我們來講 其他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我們還是會 有一點點小小的布置啊 然後 一樣會把台灣的 全台灣環島的食材 提供給賓客 只是很可惜啦 就是 就是 比較少 嘉賓 就是 Family 才有機會品嘗到 所以我其實很希望 也許飯店可以思考 把我們這一道 量身訂做的 環遊台灣的喜宴呢 變成一個訂番 就是 好像將來大家去韓色艾美 也可以一起分享 因為這一組菜色是整個大廚 為我們從南到北去研發出來的 包括我自己 也去找了台南的木瓜 可是大家都吃不到 我就覺得有一點感傷 但是 就這樣吧 那所以未來呢 既然這麼演量身訂製啊 未來有沒有想要就是補辦還是怎麼樣 所有網友都建議我說 就滿月酒跟那個婚禮一起辦 那也要先懷孕啊 這也不是你說辦就辦 如果不小心五年後才懷孕 那就五年後再辦也可以啦 那耿如是最大氣的嘛 耿如第一時間就說沒關係 我們老了再辦 當然他後來就改口了 因為我老了他還沒老 到時候可能是我老年他中年 我們再來補辦也可以 最重要是希望每一個人來的人 都是開開心心的 不要不要這麼麻煩 還要面對防疫的那種那種擔憂嘛 所以不急不急 可辦可不辦 未來就算真的沒辦也沒關係 我們兩個會把這個大家的愛 持續的放在心裡面 然後努力的去做出一個良好的示範 服裝基本上不會穿婚紗了 基本上就是簡單的西裝 禮服就好了 請問完